很高興有機會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我今天有針對幾個主軸來跟大家做分享 主要的題目是針對後疫情時代的智慧醫療 那我想我就用我自己創業的公司來做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們到底做了哪些東西 我知道有人看到投業標籍有人在笑 我不知道這個人 我怎麼會有些梗在裡面 我想我是用我自己的自身經驗來講這個故事的內容 那等一下如果有任何疑問或想要瞭解的題目 比較客氣 然後之後再隨時再發問 那我先簡單介紹我自己的背景 剛有介紹過我們社比爾科專科訓練 那過去十七八年都在馬街醫院做醫療的服務 那這段新竹馬街後來回到台北做兼任的一次 那也因為去了史丹佛2010年到2010年之後 在這段時間內除了在交大或是在我們府校 北京或是現在陽明跟交大成績之後的 EMBA的program都在帶他們巴士這樣的課程 那因為這些過去其實投入了蠻多資源 所以也同時參與了蠻多意料器材的 生意新創公司的各種運作 包含他的局證 然後走向資本市場的各個過程 那自己的部分就是把這些所有的經驗 當作自己公司的一些 不要犯錯的過程 就是自己做的一個新創公司 然後做的募資 然後現在在 一個還不錯的狀況下去把它展開 那我想創新的醫療 智慧醫療其實就有三個點是你要做這件事要問自己 然後很清楚 然後自己很有confidence來做這三件事的 這件事 第一個是要找突破點 如果你到底是要突破哪些事情 現在做不好 第二個是你一定要組一個團隊 才能突破這些困境 再來是你要接力氣 不要天馬行空 然後活在天龍果的架構下去思考這個事情 而是要把手伸下來去解決所有的事情 那這三件事 也很像最近很夯的這些影集裡面在做的事情 你要組團隊 要過關 最後在這整個遊戲裡面 可以活出你的一條路出來 那創業也是一樣 很殘酷的生存遊戲 在這個生存遊戲裡面你要跟自己 組團隊跟別人鬥爭 存活下來 然後最後能夠勝出 那 在學校寫計畫 爭取計畫 這個其實 是 沒有那麼殘酷的現實 但是出道社會 其實就是很殘酷 那我曾經在一個 STB的fellow的公司 的白板上面看到他 自己寫給自己的話 但是我想他是刻意讓他的同仁 經過的時候會看到的 他說我每天來是在求生存 你們每天來是在準備領薪水 他就是很殘酷的 提醒大家這件事情 就是說 我其實負責大家生存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給我們強的支持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這三件事裡面 突破點 是做哪些事情 那今天被 這個Section 其實是AI Medicine 那裡面有提到說 要做 產品設計 法規跟後面的行銷 那我想第一件事是 before 進行產品設計前 其實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你到底是嘗試突破哪些問題 你要設計什麼樣的產品 去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產品設計前還是最大問題 所以 第一件事你要確定 你這個需求的存在性是如何 屬於存在性這件事情 大家會有個誤區 就是說我跟醫生問一問 A醫生問一問 B醫生問一問 C醫生問一問 收集起來資料好像就是一個很好的這個 市場環圍的需求性 但其實不必然是這樣子 醫生很有很多意見 每個意見都不太相同 所以你可能會需要做哪些需求的驗證 第一個是 你必須跟不同整體的醫生做詢問 所謂不同等級是指 診所等級醫師 區醫院等級醫師 地區醫院等級醫師 醫學中心等級醫師 為什麼 因為 醫療是在有很大的市場下運作的 他們面對的病患的問題 跟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都不太一樣 需求不一樣 所以你單選一個領域的 KOL 你會誤區 你會誤認為這個市場的樣貌 那這個是臨床的需求 未被滿足的臨床需求 大家可能聽到非常非常多 另外一件事是你要去了解 市場上到底是不是有這樣的需求性的存在 那這件事很重要 但是我這邊先稍微定義一下 誰會是市場 市場這件事有兩個 第一個是 如果你 決定要做的事情是 你自己把 了解這個問題之後 做產品開發 產品完成 這些所有的驗證 進入銷售 進入市場 OK那你的市場就是 你的採購者 你可能是 B2B 就是像剛剛 總長提到的 就是要對應到 診所 Partner 或是到時候在 2C 都在使用者 這些病患 或者是 可能是像 等一下要跟大家講的 議案生意的模式 他的 marketing 就是 他的 出售對象就是 他的其他的醫療器材公司 他要了解這醫療器材公司在做什麼事情 我才能順利的銷售 我這個可能的開發 產品給他 其他的公司想要的 跟你最後走到公安市場 做量產 銷售的 這個其實是不一樣的概念 所以 從第一天起就要去 理解自己 到底 解決了 臨床需求 同時他的市場需求是什麼 然後 這個時候問自己 我做這件事情 我之後 希望走向哪個方向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是 產品設計前 你就要先了解 你做哪些事情 可能可以得到什麼 那裡面的遊戲規則是什麼 第二件事 Define Creators 你到底是要跟誰競爭 你要搞得很清楚 你剛剛連自己的競爭對手搞不清楚 那像 剛剛其實同事長講的很多事情正好都是 我在自己學習過程中的很好的經驗的學習 我就是看同事長都走過這些路 對 Define你的競爭對手是 你要了解你這個所有環節狀況怎麼樣 你才能找出一點到底確定走哪個方向的路 之後遇到什麼問題 第三個是 implementation hurdle 你要有個新的產品之後 你最終要進到市場 他可能會進入到遇到什麼的障礙 所謂implementation hurdle 在前面的賴教授也有講到 用了AI 我們訊息相關的這些vapartic surgery 之後如果產生也要糾紛 責任算誰的 那我這邊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達文西機器人大家都很了解 他其實是最早走在最前面的 robotic surgery 的一個solution 那他曾經在有一段時間內發生非常多的 醫療糾紛 就是 醫師使用達文西機器人做手術 產生一些不預期的醫療結果 最後產生醫療的訴訟 那發生不預期醫療結果 這些病患或家屬 他的訴訟對象是誰 當時的訴訟對象都是訴訟醫院跟醫生 因為他是執行這件事的人 那這個訴訟票很貴啊 那醫院跟醫生最後 怎麼從這個訴訟中間 留點免責或逃脫出來 他的做法是 他去 回頭把責任 跟這個達文西機器人 的公司做 做理清 因為他在通過法規的情況下 他必須針對達文西機器人的使用者的醫生 經過多少小時的訓練給他一個證明 證明他已經 Fully qualified 可以操作這個機器人來做這個手術 他才能 做這個 所以 這些醫院跟醫生 發現他們當時做的過程其實是有瑕疵不足或什麼 表示這個製造商在這個過程中他對他使用者的qualification沒有做好驗證 導致這些後面的事情發生彼此來責任讓你切割 這些講完之後其實在講這個implementation hurdle 當你用了一個可能的方式責任在什麼上面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有對應的風險管理的狀況 去讓這個使用者知道說到時候我責任狀況下 這個責任歸屬是誰 你有沒有對應的策略來應對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都是在你準備做設計前要收集的很多資訊 第二個部分是組團隊 當你知道你自己本身的狀況之下 我可能是臨床醫師出身 我的優勢可能是很理解這個臨床需求 我的優勢可能很理解 對應的 產品性 因為會有產品 的業務 的銷售到醫院來 我很了解這件事情 我很了解醫院裡面的財購運作 我很了解醫院裡面 各界業務人員的運作方式 但是我缺乏的可能是技術團隊 我缺乏的可能是法規人員 我缺乏的可能是製造端能能量 我怎麼去組一個好的團隊 來跟著公司進行成長 那這個團隊就包含很核心的產品設計 法規 以及後續的行銷 當你有這些 自己知道自己缺什麼之後 你才有辦法能力去把這個拼圖給拼起來 至少是這個樣子 其實核心是對的 那大家可能 如果真的有走過一段的過程 組團隊創業的過程 一定很能理解到 其實talent的 其實很困難 你要組一個 你信得過 願意跟你一起衝的團隊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那這件事情 必須透過很多的 transparency的溝通 理解 line up 你們的mindset 才有辦法走得長長久久 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 那其實Echo剛剛董事長講到的 就是說 你找partnership的概念 在團隊的組合也是一模一樣的 其實這個團隊是你partner 對是partner 那不是 不是你這種 感情或是婚姻的partner 而是你工作上partner 那他可能跟你 工作在一起的時間 比你真正的感情 或是說家庭的partner 時間更多 我說你要花更多時間去好思考這件事情 那當你組了團隊 找到突破點之後 下一個一定要做好的接地期 接地期其實簡單的說就是這樣 市場 通常會再加兩個字 永遠是對的 就是你要教育市場可以 但是當市場在你教育之後沒有得到回饋的情況下 你不要認為 你是對的 市場是錯誤 所以要記得市場永遠是對的 永遠我們沒有打上去 因為有時候會錯 但是 你要去尊敬他 要尊敬他的狀況是 要嘛 打不過的假如 這個是 引導的 我想這幾件事 可以把他 留存下來 不管是你要 在學校裡面組一個project團隊 公司內組一個小團隊 或是真的要出來創業 這幾件事情都是 很重要的核心 對 那 所以我就用這幾個 找突破點 組團隊跟接地期這三件事來講 一下我公司怎麼走過這個過程 第一個 我要找突破點 所以公司的目標是希望 可以做一個 細胞病理學的平台 他應用目前比較進步的 電腦視覺化的技術 他可以做到的是協助 醫生做更好的診斷 之外 同時可以 減少整個體系下 不必要的醫療支出 同時讓這兩邊的所有的使用者 或是說 病患 或是保險系統得到最好的回饋 這是我們的BCG 所以我們希望 做這件事情 是希望在這個裡面找突破點 那找突破點 需要做哪些事情 第一個 要了解這個整個動態是什麼 我先快速跟大家回顧一下 前面有提到 幾件事 第一個是過去的 病例資料 就是紙本 現在已經都是Electro Medical Record 過去的影像 都是所謂的X光片 我想在座可能 不到百分之十 真的看過什麼藥 什麼叫X光片 現在都是電子化的狀態 再來是藥物的開發 進到很多的階段 做一些AI 輔助性的 分子性的開發 Surgery已經不再是傳統的 Surgery hand 在做手術 他加入很多輔助工具 不管是導航 或是手術機械的輔助 那在 細胞 病理學裡面 還是很傳統 他還是 細胞醫檢師跟 病理科醫師 在傳統的光學顯微鏡下 去看傳統的 玻璃的撥片 再給出診斷 那個診斷是給一個 值的診斷 而不是給量的診斷 我想這個可能要再做一些說明 那 大家可能在做 也許不是對病理學有什麼 很大了解 我快速的講兩件事 病理學 大家可能聽到很多 Digical pathology 是一個大框架 它裡面其實主要分兩大區塊 一個叫做 組織病理學 一個叫細胞病理學 組織病理學 就像大家去吃火鍋 會把肉切成一片一片薄片一樣 它把組織做固定之後 把它做拉塊切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一片很薄的這個東西 病理科醫師就在這個很薄的區域裡面去看有沒有哪些區塊是屬於不正常的細胞 在這個細胞下面在做診斷 細胞病理學是另外一個區塊 細胞病理學是類似像大家舉的尿液 或是穿刺的簡體 它必須被儲存 被 被完整的固定在一個撥片表面 由於它的來源並不是這種固定化的撥片 所以它的細胞會分佈在一個比較大的範圍裡面 大概是傳統的組織病理學的切片的十倍的範圍 因為細胞不能被壓扁 這些狀況 這兩件事的Nature會導致它不管在診斷上 或者是 傳統的撥片要被數位化的過程中會有很大的挑戰 這邊只要處理這個界面就好 這邊有非常大的空間 舉例來講如果要去海參館 要去看裡面海參館那隻鯊魚 但是裡面的鯊魚其實是很少隻的 裡面最多就是那些水場 所以當你去做 照相機去對焦的時候你都對照水場 對不到那隻鯊魚 那你如果對不到鯊魚 你把它數位化之後 你就沒辦法有一個很好的 去做診斷 因為你的數位化的資料是錯誤的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差異點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發現說 其實在 細胞病理學裡面的 醫師 跟診斷者之間的差異其實是很大的 那也代表說這裡面其實價值比較高 所以我們就決定在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回過頭來 其實就是在找突破點 我們去找突破點就是要花時間 花資源 去了解它背後真正的狀況 這個找突破點的點就是在 理解所有的過程 舉例來講 如果我們要做一個所謂的更聰明的細胞病理學 我們要了解所有的過程 當一個人有任何不舒服的情況下就醫 他被醫師開立個檢查 這個檢查的檢體必須先經過 這些組織的或是細胞的製背 製背之後必須在潛圍巾下觀看 這件事情當被轉換成數位化的情況下 都變成撥片要被數位化 數位化的撥片如果需要輔助診斷軟體 他就在這邊進行輔助診斷 這個數位化的東西一定要儲存 之後他必須跟他的兵力結合 才能整個完成這個complete circle 所以這裡面 這裡面參與的人 跟時間 跟地點 跟哪些東西在裡面發生 這個是 都需要花時間去理解的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利益者 利益相關者的關係 當你沒有做這件事情的情況下 你怎麼能夠需求說你要做一件事情在這裡 前面跟後面的人到底在想什麼 你就接不上去 所以怎麼去了解這個complete circle 其實是 不管大家在做哪些事情裡面 尋找突破點之後有很重要的 這個survey 那這邊稍微比較複雜 我可能就不講特別多 主要是 就是當我們把完全 完整了解這個數位化病理的 尤其是細胞病理學的過程中 發現有很多的 procent cause 很多大家覺得很好 但是有哪些還做不到的 那做不到的就是 我們要去 突破的 那這個突破才能帶來價值 那這麼多點裡面到底哪些是 突破之後能夠得到reward的 然後去了解這裡面的rule是什麼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是我們常見的一個 抹片的 檢體 那有不同的製背方式 那大概就是25.4mm乘76.2 全世界規格都一樣的標準小片長這個樣子 上面每個紅點都是細胞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一個 因為 血液裡面有尿液 所以產生了一個檢體 他就去做細胞血檢查 那密麻麻這紅點每個都是 血球 跟裡面的細胞 那一個檢體如果是這樣的血尿 可能裡面的細胞量可能是幾十萬個 那你可以想像說如果要在這個檢體裡面 把它從上面一直掃牙到下面 然後可以寫下一個這裡面沒有看到懷疑惡形腫瘤細胞 可能要花多少時間跟人力跟眼睛的力量去看這件事情 那這些事情正好就是所謂的computer vision 電腦運算其實在這個年代 推適了拿來用 因為他既不會漏掉 而且又consistent 不會有人的誤差錄在這個上面 那這件事情也不是只有我們想做 我們如果知道所謂的細胞的惡性度的高低一個很基本的準則常看到就是所謂的核子比 舉例來講如果你把它想成這個是一個荷包蛋 荷包蛋的蛋黃越大 表示這個荷包蛋其實越不好 因為他的核越大 越容易做分裂可能癌細胞的狀況比較多 但是現在在 食物的狀況下 醫師怎麼去看所謂的 這個蛋黃蛋白的比例 核子比 他就用肉眼去看 感覺這個大概是佔0.6% 0.6 這佔0.7 那這是真正的細胞 把量化到這邊是一個圖形描繪出來的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如果你去做診斷 你把這個0.7遮掉 你覺得這個核佔這邊是多少 你會覺得是更高還是更低 那這個其實是限時的狀況 就是臨床上因為無法去做這個有效量化 他沒辦法在顯微鏡下去量這個 加上剛看到的細胞量是多到不行 所以這個都是很主觀性的 我的感覺是怎麼樣去做這個診斷 那這件事情就導致了 在這個細胞學的診斷上 還存留在很早期的是 值的敘述 而不是量的敘述 我沒辦法在這個檢體上面去敘述說 這個檢體 有看到 2500個 核子比 0.6的細胞 或是我看 沒辦法給這個 診斷是說 在這個檢體裡面 核子比的平均大概是多少 他只能給個診斷說這個sample 在這些檢查下面我看到的是 正常 疑似有問題 高度懷疑惡性 或是惡性 只能給這四個診斷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很需要所謂的精準醫療落地的部分 精準醫療其實有很多的種類 包含說基因 sequence 各些新的東西 但是實務上 在現在的實際狀況下 這種其實是很快就可以落地 達到impact的精準醫療 的一個很重要的導入 所以在了解這些事情情況下 我們就 去理解 那到底 這件事情只能我們在看還是整個 醫院的醫生 大家怎麼談這件事情 我們後來就發現 因為這個 濫黃蛋白的狀況沒有辦法被有效量化 所以其實 整個學界也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的診斷就很不一致 不一致的狀況下大家打 所謂的不正常的比例相當高 不正常的比例很高的情況下就需要做後段的更多檢測 去來驗證前段的檢測是不是正確錯誤 舉例來講 如果現在大家做COVID-19的相關檢測 快篩不准 會導致什麼現象 會導致有非常多的PCR檢測 那為什麼快篩不准會導致這個PCR檢測會有問題 因為 你會造成人的流動 恐慌 加上PCR檢測的額外的費用在這裡面 所以這裡面 如何減少不確定的區塊 就是 可以得到突破的地方 一個95%的準確率的檢查 其實你再去做突破變97 其實你沒辦法 在市場上 差異化你的產品 可是如果你 一個面對的是一個大概8到30% 不確定的狀況 你把它收電到很小 你的價值就很快的展現 我想這些數據都是一個很真實的面對狀況 那這個數據我就不太特別多 就是當 學界導入一個特別的系統之後 去Define大家的診斷依據的情況下 他的效率真的就確實變好 所以這件事情在人的情況下 你還要改善 如何透過 不是人 就是電腦運算來輔助這件事情做得更好 我們就覺得這是一個很大價值 那這我快速帶一下 就是在這個 血尿狀況下 就會去 就會嚇到 嚇到的情況下就會就診 就診會流尿 離心 取樣本 抹片 染色 檢查 這件事情 當檢查不準確的情況下 就會去做膀胱鏡 做內視鏡去看 那膀胱鏡 花很多錢 還要麻醉不舒服 所以這其實是個反覆的過程 所以剛剛講到如何把 檢測項目做得更精確 避免不必要的檢測 讓病患suffer 然後醫療保險疾腹系統 額外付錢 而且醫生也不想做這件事情 這很重要 有沒有找到發現說這裡面有個很重要的疾病 他的發生率高 然後他的 實際狀況花掉環皮不非常多的錢 我們應該做這件事情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撥片上的黑點 其實是 不是髒污 其實是人為的 這個是 伊簡師 在撥片上 用馬克餅去點出來的 那我剛剛有秀給大家看 一個很大的片子 他有這麼多的紅墊 紅穴球 病理科醫師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花那麼多的 力氣去把所有的範圍都看過 所以他必須要有一個 prescreen的人 來做這件事情 那prescreen的人就是細胞易檢視 所以他必須在這種狀況下 一個一個去看完 在高倍低倍下交叉的使用情況下 去把這個片子上面可能有問題的區域 把它點出來 那點在這邊 代表什麼意思 每個醫院都有他的默契 可能A醫院他會在有問題的地方的右邊把它點下來 所以病理科醫師知道我在這個黑點旁邊這邊要去看一看 其他地方就不看了 因為細胞易檢視已經做了第四次篩檢 那大家可能覺得這個實在太原始 怎麼可能是這樣子 那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之後拿到檢底 上面就長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想像 以一個醫學中心級的醫院來看 他一年大概撞七八件 大概十幾萬片 所以裡面的人力 Loading跟可能 沒辦法給出量化這件事情 其實是一個 現實的狀況 那這件事情是有辦法被改善的 所以過去的部分 另外就是人工 做顯微信判讀 然後給一個 直化的 Report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 一樣不改變Wall flow 轉換成數位化之後 給一個輔助哲學測的系統 一樣是病理科醫師 給一個 直化的 Report 他可以告訴裡面 直的量化怎麼樣 多少細胞有什麼問題 多少個 核子比的狀態是如何 這個可以輔助做很多的 後段的 決策的輔助採討 決定他要做什麼樣的頻率的中期新的追蹤 或是進入 另一個檢查 走到突破點之後下一件事就是組團隊 怎麼再有效的資源下組一個有戰力的團隊 其實是個很重要的點 所以我們在2018年把公司成立之後 因為我Partner他本身是台灣前五大電子廠的 軟體的副總 所以他 有很好的管理 今天帶來好的團體團隊 所以我們就把公司建立起來 加上 我們知道小團隊需要補足的點 哪些是在前段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就在2018年到現在陸續補足這些人 公司現在人力大概是10個人上下 在台灣跟美國都有 是以美國公司做主體 台灣來補足做 部分的發展 這是公司整個架構 知道團隊之後要做什麼事情之後就是要很清楚理解到底要怎麼 讓大家都滿意 那這裡面的大家是指 怎麼讓 醫療的service provider 滿意 怎麼讓醫生滿意 怎麼讓使用者滿意 是不是可以減少這個work load 是不是可以做到 疫情之後的一些 進去不能點 然後再來是 有沒有辦法做到更精準的診斷 那對病患來說沒有錯 他一定是帶來一些 注意 當一個非侵入性的檢查可以取代 或是 減少不必要的侵入性檢查情況下 病患當然是得到滿意的答覆 另外很重要的是誰付這個錢 那剛剛 美鳳董事長有提到 他其實不想跟健保局做DL 因為健保狀況是 日況愈下 發美況愈下 這個給付系統越來越低 那我們想做其實是 面對大市場 所以我們去理解他裡面的保險給付狀況 就不像是台灣這種單一給付系統的狀況 那就要花更多時間去理解這些事情 那我想大家如果真的走向生意 或是依賴創業 要去理解你的市場不會只有出現在台灣 那國外的狀況下他這件事情是 怎麼去跟保安局不希望我們產生關聯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成功關鍵 那我這邊稍微撥一小段就是我們實際在做什麼 這是今年 年初我們在American Cancer Research的所學選的年會 我們給一個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E-Poster 讓我撥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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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示範一下 我們要示範一下 deep learning based computational tool helping to enumerate and estimate nuclear cytoplasmic ratios of the urothelial cells based on the pairs system for bladder cancer management focusing on diagnosis and post treatment follow-up this is a result of a close collaboration among computer scientists pathologists and urologists bladder cancer is the sixth most common cancer and represents 4.5 percent of all new cancer cases in the u.s to cure bladder cancer is challenging since it has very high recurrence and progression rates after treatment more than 70 percent recurrence in 10 years therefore improving the way it is detected diagnosed and managed can save many lives urine cytology and cytoscopy are the most common diagnostics and follow-up procedures for bladder cancers compared with cystoscopy although urine cytology provides benefits like non-abasiveness lower cost availability it suffers from low sensitivity and inter-observer variation the pair system for reporting urinary cytology was introduced in 2013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ytology to address these concerns one critical criterion for the pair system is the estimation of nuclear cytoplasmic ratio as expected the human estimation of nuclear cytoplasmic ratio is often inaccurate inconsistent and time-consuming let's compare the conventional manual approach with the computational model powered by ai finding cancer cells manually is tedious labor intensive and paragraph computational model on the other hand can usually do a better job especially when dealing with large number of cells to be reviewed secondly unlike the human estimation computational tool can calculate the m2c ratio precisely most importantly computational tool transform a qualitative or descriptive analysis into a powerful quantitative or scored analysis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post-treatment follow-up in the current workflow technicians produce a preliminary report for the pathologist to review and then sign off the final report as shown in the upper half of the diagram the bottom half of the diagram is an ai assisted workflow that we proposed the same urine cytology slide would be first digitalized and then evaluated by an ai-based and an analytic tool instead of a human the pathologist will review and sign off the final report with assistance of the ai-based analytic tool now let's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is software tool once the image file is loaded into the tool it immediately offers an easy navigation function for zooming and browsing a heat map overview indicates the areas of interest with colors based on the numbers of targeted cells and their n to c ratios the cytopathologist can quickly navigation throughout the slide and review the individual cells sorted by their predicted risk level 2 when reviewing the individual target cells the tool provides each cell's risk level calculated n to c ratio and cell size 2 in addition to the cell wise evaluation the whole slide statistics would be calculated too for instances the total cell counts of high risk and low risk atypia cells the distribution and mean values of n to c ratios as well as nucleus sizes this kind of whole slide statistics information offers a very useful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for post-treatment patient followers 那我就快速跳過到這個地方那剛剛講的那個epostor其實就是在敘述 我們在實務上到底leadification到底怎麼運用 到底解了什麼問題然後我們為什麼會做成這個樣子 那最後一點其實就是接力器 Bidium or join in 那在過去這10多年來2007年到2017年這個中間其實在美國的病理科的職業醫師已經少了17% 那少了17%之後的病理科醫師其實就會集中到大醫院去 因為中小型醫院沒辦法做病理科醫師也沒辦法有這個人力去再做這個 所以他為人力往大醫院集中 可是在過去2020年到現在這個pandemic的過程中 其實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包括剛剛講到digital health 如何讓病患去中心化但是決策中心化這件事情 其實在過去一年多到兩年期間被大量的推播出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傳統的中心化的治療 病患安排檢查他必須坐車勞頓到醫院去 但是可能因為各種問題他在過程中就drop了 所以很大量的比例可能在中間沒有辦法完成該要做的檢查 那疫情變化之後其實大家不想要進到醫院系統 醫院也不想讓一些非必要不重要的項目進到醫院 所以他希望病患在local有問題再回到central來 所以這過程中其實就會讓這個醫院跟地區醫院的整合 可以提供更多的service 可以這樣說透過中心醫院的輔助系統 讓區醫院有更多的服務能量 同時照顧到更多的病人 減少多車勞頓 但是決策是由AI來輔助做診斷 同時處理掉病理可以是減少的問題 因為他可以在少人數的情況下 更有效率的進行做診斷 那我這邊就做一點簡單的分享 Videm or Join Lab 所以這個趨勢是怎麼樣 從2016年以來 以AI為Base的電腦斷層核實共鎮 它Defined很清楚是AI的狀況下 大概有這麼多的公司得到有VIA的普通 那在2016年以來 就是其他的不是這種影像學相關CDMI的 但是他也是很Specific說他是AI-based的 帶有這些公司得到的Provo 所以代表說這個視察的動能是在哪邊 第一個是Post Pandemic的去中心化概念 跟中心化的概念怎麼結合 怎麼把數位醫療在這裡面找到你的切入點 同時是在一個相對法規優算的狀況下來做這件事情 那我想過去一段時間 大家應該對這個圖感到非常興奮 那現在可能有點慢慢淡妄這件事情 我想跟大家講的是這樣 這叫做Port and Shift 過去沒有這種陰演 沒有這種陰演系統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 所有比賽裡面用到一個場次裡面 裁判最多是什麼比賽 有沒有要猜猜看 對 所有比賽裡面用到最多裁判是羽毛球 羽毛球很多線 所以他一個比賽 就有16個裁判來執法 就是16個裁判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說 當陰演導入之後 你要繼續去做裁判還是加入陰演系統 就是Bit them or join them 大家要清楚這個市場的dynamics是如何 所以在Port and Shift的過程中 它是很緩慢的 像海嘯一樣 但是它不會停下來 那你們不小心就被研磨了 所以我想這個其實是跟大家提醒這件事情 那最後只是做一點點自己公司的 summary 就是說我們在做哪些事情 然後我們想要怎麼做 我們透過什麼方式把這件事可以做得比較好 就是簡單的做一點點快速的 summary 我就不特別帶多代的內容 所以就簡單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